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生态、服务、商品、品牌等更多内容,公开课上,微信还吊起了品牌方面的胃口,2020年,搜一搜即将开放服务搜索的能力,让用户更便捷地获得优质服务,也让合作伙伴获得新的流量场景。 腾讯一直以来的模式是以流量连接一切,而现在掌握了视频流量的字节跳动,有机会复制这个模式。 在抖音上,可以看到很多进行流量连接的服务,比如外卖。 今年,抖音上线了外卖团购业务,餐饮企业申请栏域,就可开通外卖功能,相比于外卖平台上的禁止图片。 用户在抖音上看到的实物是动态的短视频,由于微信社交工具本身的隐私性属性,相对于短视频等产品,微信的氛围更加纯粹。 虽然腾讯其他事业部希望微信的商业化能快一些,再快一些,但以往微信的态度都是克制。 在克制2016年微信公开课上,张晓龙在解释让商业化存在于无形之中时说,很多人比我们更着急微信的商业化,但我们认为好的产品和用户的价值,体验是不矛盾的。 张晓龙的话说的没错,然而,和刚刚过去的十年代相比,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。 字节跳动这个腾讯最大对手的流量蓄水池正在急剧膨胀,而且在不断打开新的水龙头。 小程序需要帮微信留住更多商家,微信搜索需要更快一些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